在这一个图里面他告诉我 我的p呢是cosbsina 然后我的q呢是cosasina ok好 这个是一个unitcircle来的 ok ok好cosbcosbsinb 这边是cosbsinb ok 好 这个是一个unitcircle来的 然后unitcircle呢他在这一边这一个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其实是在这一边你想象一下啊 他在这一个地方 他是一条线在这一边 ok 等下动作 ok好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ok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他这个是a 然后我这一边他就有我的那个data 然后这边是opposite addition hypotenuse ok hypotenuse他的unitcircle是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是x 这个是y ok 或者是我在这一边 我这个是y 这个是x 这个是e 所以我的那个 什么 这个x呢 会是等于 什么 x over e 是我的cos a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cos a 就是这样来的 我的y o e 会是等于我的sign a 所以我的y 会是等于我的sign a 也是这样来的 然后另外一边呢 这一个呢他是这样的 这一个 这一个还是这一个 然后我们左右flip的一下 ok好 然后在这一边 呃我有这一个东西 然后这一边呢是 呃 哎其实我不用把它长了 这个就是b 然后这边是x 这边y 这边是e 所以同样的咯 我的这一个cos b 会是等于x per e 然后等于x咯 然后我的sign b 也等于y per e 然后等于y咯 这样咯 所以在这边他拿到 这个东西 然后过后呢 他叫我们用 他要我们修这个东西出来 然后他要用 两种不同的method 来找他的area ok好 第一种方法呢 我们用那个 这个form4 chapter9的 那个solution of triangle so 120ab size c 就是说我的area 会是等于120ab size c 这边这个 就是说这个是我的form4 chapter9的 120ab size c 120e 然后sign这边 这边呢 这个是a 这个是b 所以这一个度数呢 是a-b 这个度数是a-b 所以他是120e sign a-b ok e-sign a-b 然后1乘1 再这样 他就变成1.2sign a-b咯 然后 另一个方法呢 在这边 00 origin的coordinate 是00 然后我们要找他area呢 这个是form4 chapter7 如果我们要去找 对 chapter7 coordinate的那一刻 so coordinate的那一刻的话呢 我们的area是1.2sign a-b 然后就逆时走 啊 来 001.2sign a-b ok 好 在这一边呢 他就有120 00 然后cos b sign b cos a sign a 00 这样 然后这一边这样 所以他就变成sign a cos b 然后-sign b cos a ok 就cos a-sign b 这样 ok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嗯 我觉得有点奇怪 逆时对他是逆时走对 他这一边他是逆时走 对他这一边他是逆时走 所以他是00开始 然后到这一边到这一边 对他逆时 ok 我们要那一个 呃 什么anticlockwise 这样的东西咯 然后就sign a cos b 然后-sign b cos a 然后他就重写了 sign a cos b-cos a sign b 所以我们的这两个都是他的area 这个是area 这个是area 所以我的120 ab sign a-b 等于120 sign a cos b 减这个 所以120 120删掉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成这一个东西 所以他在这一边他其实是有吃掉一个步骤啊 然后步骤有的是这一个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他吃掉了 ok 这个步骤他吃掉了 嗯 然后就是在这一边 ok 然后过后他左右的那个112 他一起删掉 ok 好 这样哦 所以就是这个来了这个这个来了这个 这样 ok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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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